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PS平台的格斗游戏 高达 战斗突击二代 人物方面我选择了多萌 驾驶的是闪光高达 本作出品的时间是2002年 这在我录制的游戏当中是非常晚的了 先给大家演示招式 作为一款格斗游戏 本作的出招方式还是中追中追 攻击剑一共是四个 两个拳两个脚 另外还有一个突进剑 突进一次消耗一格蓝色的能量条 能量条可以通过时间来进行恢复 机体可以连续进行突进 包括在空中改变方向 反光高达的招式方面 包括了下前拳 下后拳 升龙拳 前下后拳 后下前拳 还有下后脚和升龙脚 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出招方式 下前两个剑的话就是超臂杀 超臂杀可以取消臂杀剑的硬值 必杀技之间也可以互相取消 所以玩家可以开发自己的连续进行 第一个对手打的是玫瑰高达 这是技高达力法国的机体 驾驶员是九路桥 第二个对手极限高达 这是美国的代表机体 驾驶员是齐洛迪 这款游戏可能有些小伙伴当年玩过 但是有感觉和我玩的版本不太一样 这个系列的版本实在是搞得有一点混乱 日版的高达格斗 主要作品是两部格斗大师 美版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战斗出击 但是美版的初代是日版的二代的换皮 我现在玩的美版的二代又经过修改 发售成了日版 但是这个修改方式在整个游戏史上都是比较罕见 一般来说如果是日版改美版或者美版改日版 可能人物换一个贴图改下剧情 也就发售了 但是本作改回日版的过程当中 是用刀砍了一刀 砍这刀不是为了删减游戏的内容 而是为了把一部作品变成两部 就变成了G高达和W高达 两部作品发售 发售的时候也不是作为常规系列发售的 而是作为简单系列 什么叫简单系列呢 就是便宜 当年PS平台的大作都要卖到五六千日元 简单系列的售价只有两千日元 具体分的时候就是把可选的机体按照作品大概分了一下 一些动画效果也删掉了 流程也变短了 比如说本作冲关的话需要击败八个对手 但是简单系列只需要击败六个 刚刚的对手是GP-02A 酸张果 驾驶员是阿纳贝尔 我记得原作剧情里 这部机体是在抢的呀 GP-02A的各种装备非常多 第四个对手 重型高达 这是俄罗斯的代表 驾驶员是二哥 和每个对手的战斗是一局定胜数 不是三局两胜制 每个机体的血量 常规来讲是三条 但是有例外 一般来说是Boss 对面的机体倒地之后 还可以进行倒地的追加攻击 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招是我最常规的输出手段 一个突进剂 然后使用抄皮杀 来取消硬直 这一套下来能够打掉一条的血 小Boss大扎姆 驾驶员是多兹鲁 大扎姆的体型太大了 好家伙 我已经变成修脚弓了 这让我想起玩怪物猎人 使用双刀的日子 大扎姆的血量是四条 皮非常厚 我来到了大扎姆的身后 这样的话可以从后面来了 Boss的血量还有两条半 所以我的抄皮杀要省一点 感觉每次我射击之后 对面都会发射导弹 那我就上去肉活吧 这下掏的位置好尴尬 最后一个抄皮杀 我也交了 如果玩的是简单系列 那这里是没有大扎姆这场暴飞战的 之前打的GP02A应该也没有 不是一个系列 第六个对手 飞龙高达 驾驶员是蔡摘西 蔡摘西这个角色的人设 总让我想起张武飞 而且张武飞驾驶的叫神龙高达 雪条和能量下方的是弹药术 我不知道有没有玩激战的小伙伴 看到弹药术在不断的消耗 所以就手咬了 想改造一下 机体的一整导血如果被打没了 是会强制倒地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使用一些连续剂进行追打的话 那伤害是非常少 所以使用连续剂来攻击对手的话 还要考虑到这一点 尽量不要在一条雪条 刚刚要消失的时候 使用高伤害的技能 尤其是超必杀剂 浪费 第七个对手 东方不败 驾驶的机体是尊者高达 这是师徒级啊 我觉得东方不败开高达有点浪费了 毕竟这个家伙可以徒手拆高达呀 我当年看到东方不败这个名字 就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后来又在这部作品里面 见到了两部机体 风云再起 笑江湖 笑江湖的话我就试然了呀 我估计 绝大多数的小伙伴 用笑江湖 东方不败 风云再起 都可以组成电影的名字 而且大部分都看过 我还没来得及搓出超必杀呢 他就已经倒地了 我还没用力呢 师傅就躺下了 最后一个对手 恶魔高达 驾驶员是金二 这回变成兄弟局了 恶魔高达也是BOSS级的角色 所以他和大扎猛一样 是有霸体的 恶魔高达是在降落到地球的过程当中 受到了冲击 程序一变 产生了只有毁灭全人类才能恢复地球环境的这种意识 所以我觉得叫恶魔高达 不太恰当 可以改名叫做诺亚高达 玩过重装鸡兵的小伙伴都懂 来了两招一刀两断 多蒙表示 世间没有我斩不断之物 通关之后会有一段动画 多蒙两口子施展石破羞耻天惊拳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既高达很多必杀技的名字真是太羞耻了呀 那好吧 这样一款PS平台的格斗游戏 高达战斗突击二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咱们下个游戏